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活在当下 中国禅宗指导人们要实时活在当下 如果一个人真的每天时时刻刻都活在当下 就没有时间去回想过去 这么一来会不会降低记忆力 而使他的头脑越来越空白呢 同时他也没有时间去规划未来 这么一来会不会又落入人无远虑 必有近优的处境当中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这是一种误会 对于时时刻刻活在当下的这个印尼 没弄清楚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误解 在电视机面前的诸位菩萨呢 也许你们还没有听过 说禅宗叫人家时时刻刻活在当下 其实叫人家修行禅法的人 不一定是这样子讲 而我是这样子教人家的 为什么要讲时时刻刻活在当下 意思并不是叫我们呢 记忆力没有了 也不是叫我们呢 对于未来不要有计划 不要有展望 对于过去不要有回顾 不要有检讨 不是这个样子 时时刻刻活在当下的时候呢 就是说现在你正需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啊 你就啊做什么吧 现在你正在做什么事的时候 你就你把你的一心一意啊 专注的你在做你现在的事吧 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就专心的吃饭吧 不要胡思乱想的呀 吃饭的时候再打牌 吃饭的时候再看电影 吃饭的时候啊 在聊天 我们一般的人呢 吃饭的时候一边吃一边在思考 一边吃一边在看报纸 一边吃一边在看电视 对于胃来讲 是不是啊 那么好 很多东西没有吸收 当然年纪轻的时候 身体好的时候 胃的这个消化力很强的时候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啊 年纪稍微大一点 身体稍微弱一点 胃啊 没有那么好的消化力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的吃饭就不行了 因此我们组张啊 睡觉的时候你就一心一地睡觉 不要胡思乱想变成了这个噩梦连天 叫做噩梦连床啊 在你工作的时候啊 你就就好好的工作吧 你不要啊 一边工作啊 一边在胡思乱想啊 你的工作就做不好了 比如说你带了一个女朋友 或者是带了跟那个男朋友在一起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心里边想到另外一个男朋友 或者想到另外一个女朋友 对吗 你的表情就会让人家看得奇怪 这个你是不忠实 对你这个女朋友就是不忠实的 对你这个男朋友就是不忠实的 所以我们呢 要忠实于你现在的工作 忠实于你现在的一切的状况 那个是啊 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而是最健康的 最卫生的呀 而且呢 对人 对吃啊 吃啊 最正常的 最正当的 最正确的一种啊 方式 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是 要叫我们呢 活在当下 这个 依拟在这里啊 并不是叫我们呢 过去的 一切都忘掉了 什么都 想不到了 未来的事情呢 就不要计划了 这个 不需要啊 去啊 去 做一种啊 预估了预测了 不是的 我们要做预估预测的时候 你就做预估预测 这个还是在当下 对不对 你要回忆的时候 你要做检讨的时候 这个还是在当下 对不对 是人家当下在做回忆 做检讨 这还是当下啊 但是如果说 你在做回忆 在做检讨 结果呢 你的心不赚注 你的心呢 是在啊 东晃 西晃 像一个空中飘腾的那个洋花 那个在浮动 那你对自己的检讨 能够检讨起来吗 你的回忆能够清晰吗 你对于未来的这个计划 未来的展望能够准确吗 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禅宗 我们教的是活在当下 实时活在当下 是要我们认真的生活 要我们踏实的生活 要我们呢 步步啊 都是那么稳健的生活 不要讲旁态 就是我们走路啊 如果我们走路的时候 你的脚啊 不好好的注意你走路 你很可能 你的头脑里边呢 在东想西想 你会怎么样 你在路上可能会怎么样 被假台车闯到 被摩托车闯到 弄得不好 你直接闯到那个什么 闯到电线杆 闯到墙壁 都很都可能闯到 你又碰到电线杆 电线杆怎么闯到我了 其实不是电线杆闯到你 而是你闯到电线杆 为什么 你走路了之后啊 心不在焉呢 你走路不是在走路 你在胡思乱想 因此呢 电线杆闯到你了 你还要打他一下 奇怪了 怎么闯我了呢 类似的情形 这个是 我们可能常常会发生 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所以呢 禅宗要我们呢 好好地 认真地 生活于现在 这是 非常啊 合理的 不要担心啊 不要担心 说哎呀 这下就完了 这个我的记忆力没有了 这个 这下就完了 我的 这个思考的能力 要衰退了 这完蛋 我将来 可能呢 两年没有见到爸爸 我就爸爸不认识了 我在两年没有 没有见到我的妈妈 妈妈不认识了 没有这回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变成白痴了啦 那禅宗的修行啊 一直到现在 还在要人家修行 还在传下来啊 这种可能性 根本不可能有了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